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老师今天心血来潮 抽个空 录了一个简单的教学影片给大家 教大家 什么叫免费的钢琴 那个钢琴叫做EOP EOP钢琴 这个软体是台湾自己研发的 所以它是免费的 这很棒 而且这个软体最强的是 它不但教你怎么弹钢琴 还可以让你有免费的教学视频可以看 教你怎么用 然后软体又免费 所以加上它功能又很强大 所以老师特别推荐给大家 那去哪里下载呢 如果你找不到软体 很简单 你只要上网 打开你的浏览器 上网到一个叫人人钢琴网 它的网址在这边 TWEveryonePiano.com 人人钢琴网 里面去下载 就会找到 EOP免费钢琴 那软体这边 你看这边 它的首页这边有个软体 EOP免费钢琴 但它还有很多东西 有作曲大师 什么柬埔跟我弹 什么乐谱 什么一些有的没有的 像我最喜欢它 就是它的柬埔大师 它有个EOP录像大师 也不错 人人钢琴谱 这个MIDI版 EOP钢琴MIDI版 是最好用的一个 OK 那请大家自己去下载咯 老师就不讲了 OK 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教大家怎么用 当你下载以后 那你安装完 就会长这样子 我们先把它关掉 老师把它打开 这个EOP MIDI 按下去 就看到钢琴的界面了 那钢琴界面的重点是 怎么设定 很多人有了琴 不知道怎么跟它串接 就是跟电脑串接 然后能让它有发声音 所以你要从两个方向来想 第一个 就是发声音的来源是什么 出去来 就是说 应该说你的 怎么讲 头跟尾 头就是怎么进来 尾就是怎么 出去 进来就是用钢琴弹进去 那怎么接钢琴呢 那你就要接上你的USB 主控键盘 那当然每一个人用的不一样 儿童班的部分 老师最近才帮儿童班 他们添购了一台 很棒的主控键盘 叫做Nectar LX25 哇 这就很棒了 因为这个东西呢 很适合大家使用 而且25件方便携带 一台大概5000块左右 大家网络上其实可以找得到 所以这个反而很好用 那另外像成人班 老师反而推荐另外一个叫奇歌 在露天拍卖有个奇歌乐器 他们推荐的61件的琴 Mustle Keyboard 那个更便宜 才3000多块 现在价格越来越便宜了 那是OEM的厂商做的 所以那个东西反而是最小的 可是它比较大台 61件 可是大台比较方便 因为它是标准件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使用 那个61件的琴 奇歌的 OK 那现在老师自己本身用的是 Roland的PCR800 所以我就来选 怎么样设定它的琴 进来 比如现在大家看到 打开以后 这右下角这边 可看到一个倒三条琴 那这个什么意思 这是繁体 我们可以看到中文 繁体中文 当然你可以设定 你要选什么 日本语英文都可以 好 我们就选繁体中文 然后这边下面 你看往下拉 三条琴 会看到三个 123456 六个东西 第一个 档 这个就是打开你 纯的档 OK 那我们先不要讲 音源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 让这个声音 发出去 用什么声音 发出去 那老师的电脑里面 很多音源 所以老师就不选 老师就选内建 内建的 他们 他们自己做的 一个音色叫什么 MDA Piano 这是他们家自己的音色 当然我可以叫我自己 更高阶的音色 我建议大家用这个 因为大家不是每一个都有 这叫虚拟乐器 MDA Piano OK 好 再来 第三个 叫做 键盘模式 那你有49件 36件 你看比如说 换个32件 哦 它变这样子了 那换个49件的呢 诶 变这样子 换个 61件的 然后变这样子 那一般我们都用钢琴 标准是什么 88件 老师按错 按这个 你看 片方是88件 标准钢琴 范围比较大 你可以看到它比较多 OK 再来 下一个叫选项 这就是重点了 从这个选项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可以设定 你看到老师进来 哇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大堆设定 有音讯 以及界面两大 两大主体 第一个音讯 就是我们的关键 你看这边老师讲的 输入跟输出 输入就是你的琴 是哪一台 你看老师现在 老师这一台呢 老师电脑里面 哇 有这么多个迷迷界面 所以老师选了PCR800的 第一个通道出去 所以我这边打开ON 这样打开 按一下 打开ON 就是指使用这一台 那如果你好几台琴 你可以去选啊 你看到老师这边很多台 所以我就选了这一台 用这台来弹琴 OK 这样子 然后呢 再来就是输出 你声音从哪里出去 如果你是自己的音效卡 电脑 电脑音效卡 你就可能选这上面吧 这个 Direct Sound 主要音效晶片 驱动程式 就用电脑内建的音效卡 当然这声音就比较差了 因为毕竟不到300块的音效卡 它能有多好 老师是用我自己的东西 老师现在用的是 老师的M2 人头码这个 他们家的那个高阶录音卡 828X 所以老师选这个 他们家去用程式 所以这样我就可以完成 那其他你就不用动它了 像这界面你也不用动它 OK 好 那我就可以这样完成了 我这样把它关掉 然后现在可以弹了 我们试试看有没有声音 老师在乱弹一段 这表示有声音了 所以就这么简单 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使用 那你说老师我不会用啊 这好一大堆功能怎么复杂 这上面一堆功能我怎么知道它干嘛的 我教你一个方法 它这个软体真的很棒 从这边你看这三角形 再往下 有一个外挂程式 这些有没有的 那这些就是可以去串接 其他软体 那像我们不用这个 我们现在讲这个 说明这边你讲 你看到没有 视频教程 哇太棒了 它有教你怎么用耶 全部都在这里面 哇 这好棒哦 所以就是你不会用的人 请到这边 你看比如老师选一个软体功能介绍 按下去 它就连上网了 哇 它直接这边有一个软 有一个影像 你就可以按 就开始播了 You cool 这大陆上做丢到大陆的网站 等于是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来做广告了 要管它 等于是 你就可以去看它 等八十八秒以后 它可以看什么 让你有 可以学习 你看到EOP钢琴 练习曲 这全部网站上都有 所以你可以甚至可以你看 EOP大讲堂 高清晰版打包下载 它可以下载 等于这个视频 这个教学影片 我可以把它下载 你按下去 它会出现 让你下载 有没有这个 不过这个要付钱 大家先看一下 所以大家自己看 自己决定 OK 好 那你就可以去看这个 在网上直接来看 这个怎么有使用 OK 好 那就不讲太多 好 这就是可以连上网 直接去看你的使用教程 OK 这么多 那 如果大家可以要随时去 可以到主页 你看连到主页 就是这个 主页 就是它的观望 OK 好 你随时可以去看 它有什么 到底有出什么新的东西 还有什么之类的 OK 好 那我们来看 上面这一挂什么东西 我们先看第一个 这个 是一个 乐谱档案 知道假 你看按下去 哦 它出现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什么呢 就是音符显示墓 然后你看我要选歌 它意思说你可以去调整 选歌进来 播给你听 它怎么弹的 你可以学 比如说现在打开一个 哦 有这么多 比如说选一个 这个第一首歌 听听看 它自己会弹 是塔克人的 对不对 你可以看哦 老师现在可以做 这一个左手跟右手 我只听六手 把左手关掉 哦 对不对 我选左手呢 你看就可以这样 小朋友可以慢慢看 而且速度可以加快 可以减慢 慢慢学 回到一个正常 一倍正常的 就这样子 所以这很方便 所以大家是不是 可以用这个来做什么 学习 OK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来学习 怎么样弹钢琴 这是第一个功能 再第二个 这什么东西啊 你按下去 如果没有它会去自动下载 连上网上载 这个是什么 节拍器 你看哦 就是我们在学钢琴的时候 买一台放在电脑上面 就是这个东西 放在琴上面的 就是这个东西 OK 节拍器 OK 那你可以去调速度 比如说你要往下调 往上调 比如80 你自己可以去调 OK 好 比如76 OK 这是减慢 加快 120 试试看 OK 那这个你可以换乐器 这什么意思 换一个声音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没错 换一个节拍器的声音 通常老师习惯 还是扣扣扣扣 比较方便 那节拍器大小生 可以这里控制 这是节拍器 第三个 这什么 乐扶架 意思说他打开柬埔大师 他有一个软体在里面 EOP柬埔大师 这非常的棒 目前最 完全不用钱的柬埔程式 就是他了 那这个可以打开一些 你现成的档案 你如果有做好的档案 就叫进来 你可以看着这个谱 当做一个谱价 你就可以开始练习谈了 OK 再来这什么 这个是一个 EOP跟我谈 比如说我现在这边 可以打开一个EOP档案 打开 OK 这边有一堆 什么list easy hard 有分等级 正常 简单 或难一点的 那我选一个简单的 随便吊一首歌进来 你看 拨拨看 那就可以开始练了 可以自己来弹 不用手 小朋友就可以跟着练 比如说像 我老师在播放 顺便一起弹 OK 老师先停 回到头 OK 回到头 底下这个才对 拉到底 OK 我们开始 你看到 老师加厨 他弹了一个副音 就是他的和声 那你可以加快加慢速度 那这边这底下是他的控制条 你可以往多快多快 第几小节 这都可以 这个就是可以练习 那以上呢 就是老师简单的快速讲完一个 EOP钢琴 所以这个钢琴真的不错 我们来随便乱弹一段 看好 OK 这个是EOP钢琴的 简单教学 OK